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宋愿回能给你的我全都能给你 这是 表白 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 你就是那个 无双城的小城主 城主就城主 为什么加个小字 果然是宋愿回的狗徒弟 一人剑手精妙 竟然在师父之下 这没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 我刚才误出六博之术还不熟练 他也不是他的对手 住手 来 无双城主 你来到雪月城 难道 是想找我一战吗 期待已久 您说 冰霜 冬霄 冬霄 加生 脱节 五叶 五蝶 绕指柔 一如一 去 这十顶飞剑 恐怕还不够看 那再加上这两顶呢 好 好 司空城主 觉得如何 虽有一战之力 却无一胜之机 我明白了 那便先战胜一战 再寻一胜之机 多谢司空城主 你来到雪月城 难道就想跟我展示一次飞剑吗 我得令要去天启 此去无归期 便想表却一些心愿 此情来到雪月城 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 了解我如今的实力 二 是想见见洛霞仙子 见我 见我做什么 这个 我师父他 已经放弃追逐什么见仙之位了 如今他在我无双山 后山剑庐隐居 他说他想明白了 若是仙子愿意 还请来无双成一叙 叙你个仙人板板 你 莫及动 莫及动 师父 你可不能答应他 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 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 师父 你不能去啊 师父 跟他走又怎么样 呸 我才不会跟他走 你你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你又不是小孩 没有师父你不能活 我 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吗 所以 所以宋愿回能给你的我全都能给你 这说什么 他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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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表白 不是小孩子了 大人给的 你也都能给 这话我怎么听着 有点奇怪呢 你脑子被打坏了 我没坏 这么漂亮的美人 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 我脑子才坏了呢 我是你师父 所以嘛 进水楼台先得月 肥水不流 我外人天 我记性不好 但这事不是这么念的吧 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 有点奇奇怪怪的 但是我没想到 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敢这么跟仙子讲话 你知不知道 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 是这样跟仙子讲的 都被仙子给打跑了 不过你说得也很有道理啊 怎么了 徒弟 难道就不能跟师父在一块吗 你给我闭嘴 你跟他说 我不去 有些事情 一辈子只能等一次 上一次放弃了 就不会再有了 师父 说得对 太好了 臭小子 闭嘴 看来燕子有回食 爱情乌归日 替我师父遗憾一下 告辞